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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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草天天做 你就不會覺得累 像我每天早上起來就會從上面往下掃 然後從裡面往外掃 其實我會用一些塗層指拖把 然後我會用到油漆刷 因為有一些細縫你用油漆刷去刷 它很容易刷乾淨 我大概不大會用清潔劑 我最常用的就是一濕一乾的抹布 你先用濕的擦了之後再用乾的去擦 那事實上會很乾淨 我們常常會擦桌子 其實這個桌子的背面 還有包括這些電線的地方 其實一定要擦一下 這些灰塵過去有的人就發現到 如果阻染劑用的不好等等的 其實會有一些環境荷爾蒙產生 那對身體是不好的 這個濾網乾淨 第一個冷氣效果好 第二個過去也曾經有研究 就是說你的濾網沒有清 然後你開了冷氣之後 就是室內的細菌 甚至黴菌都是會上升的 每天會用這個除塵紙拖把 它的濾網擦一下 像這個就稍微擦一下 然後這個就打開之後 你就用除塵的把這個濾網稍微擦一下 我加這個也能夠這麼乾淨 選擇砧板大概有幾個選擇嘛 就塑膠的 木頭的 還有玻璃的 我選的就是沒有這個毛孔的這個玻璃 那它這個比較不會有這個發霉的問題啦 砧板髒軟你要洗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先用冷水去洗它 因為呢如果你用熱水可能會讓蛋白質凝固 反而會附著在這上面 那如果是木頭的還是這個塑膠砧板 一定要記得洗完之後一定要直立起來 這樣它都是通風的 那讓它把它烘乾 其實很多的研究呢就是發現 你有沒有用抽油煙機 就跟媽媽以後會不會得非常有很大的關係 永遠記得開火就開吸油煙機 熄火之後繼續抽五分鐘 那如果你的窗戶在吸油煙機旁邊 你不要開窗戶 你要開的是離吸油煙機比較遠的窗戶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才不會影響它的吸力 這樣才會確實的把這個油煙吸掉 因為呢黃麴毒素呢 它大概在這個28度 相對濕度85%的時候它就容易長 26-18.5%就會有這個折麴毒素出來 那我們在黃麴毒素上乾 澤麴毒素上盛 我想很多人家裡的浴室 很多都沾滿了這些黴菌 最後洗浴室的那個水 最好稍微冷一點 你用溫水去沖洗這個牆壁 它的溫度達到了 然後濕度也達到就很容易長霉 把那個除濕機打開 或者是那個抽風機打開 讓它保持乾燥 其實浴室裡面最重要就是保持乾燥 所以呢不要掛濕毛巾 最好有一塊乾的抹布放在旁邊 然後就順手把一些噴濕的地方擦乾淨 其實保持乾燥就不會發霉了啦